请动土地产 开地平安动土顺利 海铁中路车站在日前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也象征桃园铁路地下化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总经费约163.6亿元 将兴建地下两层车站 预计2030年完工 预估每天运量约有一万一千人次 桃园副市长王明俊也呼吁民众 工程期间难免会有交通黑暗期 请民众体恤 一起迎接桃园美好的未来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今天我们西街13标中路车站开工了 这个对桃园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桃园铁路地下化的工程 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终于在今年陆陆续续开工 今年从6月到7月到8月到9月 我们总共有4个标都已经绝标了 总金额大概超过600亿以上 这个都是为桃园的铁路地下化在努力 那当然还有一些工程的标案 还没有完全标出去 也还有一些预算的问题 也希望我们万委员在座 我们的名义代表们继续帮我们争取 总之今天中路车站的开工 对桃园铁路地下的话是一个里程碑 也希望未来这个工程顺利能够如期如指如预算 能够顺利进行 配合桃园铁路地下化 除了原有的桃园中立内立车站改建外 还增设奉鸣中路桃一中原及平正站 即平正中立桃园跟中原站相继动工 日前中路车站也正式动工 但万美林委员也忧心 原定地下化经费1048亿 随着物价上涨与缺工 不仅发包多次失败 经费也短缺七八百亿 急需追加预算 并且要求追加预算要由中央全额支出 不该再将压力转嫁给桃园市民 这个发包其实是属于中央在做发包的工作跟控管的 那现在呢整个经费在完成三分之一 那所有的钱就已经用完了 所以当时的市场评估大概还需要700到800亿 那我强烈的主张并且要求 我们现在这700亿到800亿 一定要请这个中央尽速的赶快用一个专案把它拨下来 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有钱去完成 所有这些基电标土建标跟相关的工程 那当然因为当时中央跟地方协议的1048亿 我们愿意付25% 那是我们横着我们的财政之后所同意的 那现在呢大家知道 桃园市的这个财政状况其实非常的吃紧 所以所增加的这800亿 我想市长也好啊 我们都主张啊 一定是要由中央全数买单 那不可以把因为工程延宕产生的这个 多余的费用呢 转嫁给桃园市民来承担 正路车站位于桃园区国际路一段 跟鸿昌史占街口 临近桃园一支四号生态皮躺公园 因此以赴水之行作为主轴 包含地下两层车站 地面层则设置多功能广场 供地方举办活动 桃园铁路地下化将设置八座车站 今年有四个车站绝标并相继开工 不仅让铁路捷运化也能疏解台一线交通问题 记者来为一团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